今天给大家带来 乡村爱情故事第八部 也就是浪漫曲 上一部说到王小萌终于怀上了 转眼就来到快生的日子 永强等人陪王小萌去医院待产 留下谢广坤一人照顾小腾飞 这时腾飞嚷着难受 谢广坤看她有点发烧的样子 便把她带到卫生室交给香秀医治 虽然人在村里 谢广坤的心却早已飞到了市里医院 医院这边小萌已经呆了整整两天 却一直没有动静 这可怕谢广坤急坏了 谢广坤给永强打电话 询问目前情况如何 永强安抚广坤别着急 这儿是生孩子 当爷爷的比当晚的还着急 永强说能有消息 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他 小腾飞哭着闹着要吃罐头 本来就烦躁的谢广坤训斥了腾飞一顿 但还是给腾飞买了罐头 在大脚超市的刘能 看着来买罐头的谢广坤 闷闷不乐的样子 就想着是不是王小萌出了问题 刘能与谢广坤竞争了大半辈子 他表面上装作关心谢广坤的样子 实际上却在幸灾乐祸 哎呀 你看见没有 有事 肯定有事 实在放心不下的谢广坤 那腾飞在世留在卫生室上香秀照看着 自己在等车去世里医院 看见谢广坤独自急匆匆的 离开了村子 便开始造谣谢广坤扔下了腾飞去找亲孙子 着急忙慌走了吧 上了医院了 肯定点 你说 看亲孙子去了 把腾飞扔下来 这哪是人干的事 马总给香秀打电话 未必先的香秀只好躲在一旁偷偷的急电话 就在这时候腾飞趁机跑了出去 还好没有跑远被香秀及时找回来 香秀带腾飞去找腾飞的老爷王老七 如果大家超市时刘能恰好看到这一幕 问过香秀得知谢广坤跑去市里医院 刘能就更确定谢广坤带腾飞不好 刘能一愤填膺的找到村委书记老徐 他想老去反应 爱管闲事的刘能 甚至打电话给自家女婿赵玉田 让他去开车把谢广坤追回来 正在干农活的赵玉田 哪有时间管制档子闲事 他没有理会刘能的话 继续干着自家农活 谢广坤坐上公交车前往市里 这时谢永强打电话告诉他 王小萌顺利的铲下龙峰胎 谢广坤兴奋地告诉全车人 不仅如此他还就地下车跑回了村里 想要回去嘚瑟 王老七等人在大脚超市照看腾飞 直接谢广坤大汗淋漓地跑回来 莲花都说不利索 等谢广坤稍微平静了下 大家才听清他在收网小萌 顺利踩下龙峰胎仪式 村民们都赶忙对他说恭喜 只有刘能一人晕了过去 等刘能缓过来后 谢广坤问他为何突然晕倒 刘能谎称自己视地谢广坤高兴 激动地过了头 下人了 过得很高兴 是是 太激动了